花蓮秀林6.1的強震 宜蘭是5級 索性沒有發生重大災情 宜蘭立委初選逝師 黃氏超說讓會當選的人來參選 仇破表示以名義為一歸大局為重 榮樹公園改造立委聽取地方建言 行銷礁隙觀光三車線導覽在地風光 全中運縣代表隊授旗 其免選手超越自我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宜蘭新聞 宇蘭一開始來關心地震的消息 花蓮縣秀林鄉間下午1.1分 發生了規模6.1的強震 而宜蘭縣的震度是5級 出現零星的災情 羅東中山路由瓦斯外泄的行刑 而另外超商的握品都掉落 而龜山島更首次出現了土石崩塌 但索性沒有重大災情 今天下午13.01分 花蓮秀林鄉發生了規模6.1的強震 宜蘭正度為5級 羅東中華路由瓦斯外泄情形很快就被解除 羅東火車站的水泥快剝落 三星上江路二段有1345戶的電力一度中斷 而東山鄉德新山路一帶有停水 台九丁以及台九縣梳花公路有零零星星落石 可雙向通行 而另外有超市的貨物掉落 酒瓶破裂造成了財物損失 而龜山島的龜首也出現了土石崩塌情形 揚起成烟 索性宜蘭地區沒有傳出重大災情以及人員的傷亡 而人在大陸的縣長林之廟也非常的關心 交辦秘書長隨時掌握狀況及時回報 必要時也要成立緊急應變小組以及防災應變中心 務必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來做出相應處理 宜蘭新聞記者是市民採訪報導 繼續是跟政治有關 民進黨宜蘭縣的初選即將啟動 前副縣長黃世超今天在二捷王宮廟做了事事 以事實表示民進黨在宜蘭已經退伍可退 去年陳歐珀以選出的差距輸了宜蘭縣長的選舉 如果他在參選立委宜蘭縣就沒有贏的機會 所以他強調有信心在鄉親的支持下 代表民進黨打贏立委選戰 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黃世超今天選在二捷王宮廟進行事事儀式 展現他參選的決心 在前程祭拜神明後黃世超隨即發布一段立委陳歐珀去年在談話節目發表的言論 內容表示陳歐珀參選縣長就不再參選立委 黃世超認為陳歐珀去年縣長選舉挫敗 讓基辰相當的失智 如今他又想要違背他說過的話繼續來參選立委 這樣下去宜蘭就沒有贏的機會 黃世超他認為他有信心在鄉親的支持下贏得勝選 總統國在這裡公開的選舉我參選縣長我就不再參選立委 我們的外交兄這群年館長選舉裡面 他透過原來的公民體甚至於跟代表民體 都公開來講 問問他三館長就要選立委 要跟他立委這個設施 讓他設施的人 這些人想收信用 現在這個家的阿扁那些選舉的選舉裡面 慢慢慢慢來越來越少 以及在管教選舉 輸到2萬8千票 由你兒子來說 市民黨衝動以來 輸最多會打敗的一次 所以這個鄉親都在理由 在那裡會送到一個請我來看我有的人 在車上也希望 可以送到一個 可以來贏得勝選的人 所以這裡在這裡 在台風村的QQ 我有信心 我爸爸跟你們這些事情結合 今天會有我們的分寄 縣議員陳文昌表示 應該是換人做做看的時候了 黃世超也藉此宣布 他將全力參選立委 不會再任期時參選縣長 做個有信用的人 三個現在的候選 要接近民眾提名 都對人家說的 都對民主有的情人 大家都是好朋友 但是 有都選那麼多 議會選過 做過 全國 全國給他選 我跟別人選 別人做看看 有些叫阿超兄 大家都知道 他選出來 人進化別人 遭走回走並不穩 對 路現在傳得很厲害 那也有很多鄉親來問我 是不是跟他一樣 你選立委以後要選縣長 所以我要在這邊做一個澄清 我選立委就不選縣長 那我們也知道 宜蘭人最守信用 那宜蘭人也希望選出一個 守信用的民意代表 是這樣的來做回應 在這個地方跟鄉親來報告 記者會後 黃世超進行為期五天的 車隊掃街宣傳 從五節鄉出發 走遍十二鄉正式 尋求民眾支持與認同 宜蘭新聞記者林奇碩 採訪報導 至於陳歐珀面對黃世超 質疑他在去年 現場選舉前就宣布 參選現場後 就不會再選立委 如今再度參與初選 陳歐珀是親自回應 他表示透過初選機制 以民意為依規 未來無論是黨內誰出現 他都尊重 並也希望民進黨可以團結 贏得勝選 而不是在內部鬥爭 再輸掉立委選戰 過去黨內激烈的競爭 也造成一些分裂的事實 所以我們應該大家彼此的信任 那我不是說我推上一個位置 讓你跌倒下來 永遠都沒機會 這樣也不好 所以我希望說任何黨內同志 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真的真誠的合作 團結 來贏得勝選 那假如說大家都是有不同的考量 或是派系的考量 我認為這樣就不好了 能夠以大吉為重 我也是在這樣鄉親的欠進之下 我做這樣的決定 我們無論如何透過初選 才能夠真正推出一個最強的候選人 今天如果是黃志昭議員 他來承擔這個責任 我絕對全力來支持 如果是黃建財主委 能夠代表民進黨參選立委 我也願意擔任一定的不選的角色 我想民進黨在議員選選立委 沒有輸的本錢 也不應該再輸 只要我們團結和諧 我都願意來承擔這樣的 未來選進的一個選戰 這一席立委的好錢 我想大家只有更團結 才能贏得勝選 接著來關心地方的建設 第一 河川局花了2300多萬元 在撰圍的東港榮樹公園 做環境改善工程 目前已經接近完工 而立委陳歐珀就邀及 宜蘭縣政府 河川局 以及地方的民意代表 針對現狀來聽取各界的意見 提升在地觀光以及休閒發展 在河川局的規劃整建後 現在的東港榮樹公園 環境比以前更舒適乾淨 但也讓人覺得少了些什麼 原來沒了攤販提供飲食 而且以前的吊床也不見 所以公園失去特色 遊客相對減少 因此村長 公所 議員 紛紛提出建言 希望透過完善的規劃 來提升在地的觀光發展 從早上這個地方 有這麼多觀光客來 也有的觀光客 說人家從宿舍 有這個吊床 來這裡休閒 宜蘭縣 你這種吊床的麻煩 都被撤住了 頂的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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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都沒有了 頂的警官 我只是想說 最多的警官 可以說 給我們做幾位 一個配套措施 讓他們來做 規劃一個政策 有提供這個政策 也會等到 當地村民的一些所求 以觀光角度來切入 可以 我們來做這個觀光設施 給他們 管理 他們的專業來管理 我是真的 這是最以上 當然要說 不是公所在客人家 如果協調不成 公所也願意說 顧出一部分的領域 包括說 我們協調派克人力 來做一個 常態性的 這樣說 清潔工作 這 當然是 時間 當然要跟 東北交共 拜託議會 議會議會議會的管理 就是 中央管理 希望議員 可以來管理 事前能夠同意 對此立委 陳歐珀表示 應該整合 東北交鋒管處 河川局 縣府以及公所 共同來延商 如何維護管理 自然生態豐富的 榕樹公園 甚至結合社區參與 更是重點 至於 後續的建設經費 爭取 這部分立委會 繼續 包括未來的 榕樹的整理 還有我們吊床的架設 還有這個 相關的 環境所必須的這些 垃圾桶 或者是貪犯的 等等相關的事情 就由 未來的委員單位 來負責 做處理 那 如果涉及到龐大的 經費的部分 因為宜蘭新政府 跟相關所 財政結局 我們也希望說 中央單位 來協助 補助 那 由我這裡呢 還負責爭取 因為目前公園 禁止色灘 相對沒有提供飲食 提醒民眾遊客 要注意 宜蘭新聞記者 張麗玲採訪報導 另外是 郊西也要拼觀光 為了提倡低碳的深度旅遊 郊西鄉公所推出了春季自行車輕旅行的規劃 讓遊客可以悠哉來欣賞郊西的三色海景 而公所也邀請了部落客親自採線 飛翔體驗的過程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來到郊西遊玩 而到底是哪三條的自行車路線 鄉長張勇德親自來說明 郊西鄉春季自行車輕鬆遊 共有三條路線 主要是海線的德子口溪 還有山林的龍潭湖 以及玉田的農村風光為主 鄉長張勇德特別為大家說明 路線經過了各個景點 京車 那個郊西的一個南花園 然後再從南花園 然後到達一個金車生物科技 水產養殖的一個研發中心 然後再來就是到我們的石草 石草的一個觀賞那個水鳥的一個 叫天空島上的一個小木屋 然後再從小木屋這邊 然後到達這個我們傳統進入的一個 歐隆的文化的一個館 到臨美的一個山邊的一個金藻文化館 然後我們到達我們的柴尾 柴尾的一個水門公園 柴尾就是一個白鵝村的一個 叫柴尾的一個地理名字 然後再來我們到達這個龍潭 龍潭一個台笑天地 一個觀光工廠 我們第三條是比較有田園風光的一個區域 那我們從邪天廟出發 然後到達那個荒歌田的一個 魚娃媽的一個驛站 然後再來就是武卵的一個石板橋 這個是很早期的一個石板橋 鄉公所表示透過今天部落客 跟網紅的採線體驗分享到網路上 讓全國甚至國際遊客 能夠對礁溪的好山好水 有所了解認識 進而吸引大家依照自己的喜好 來感受礁溪的深度低碳旅遊 這三條路線已經涵蓋了我們整個礁溪的整個景觀 那在其他的全國的縣市裡面 我礁溪這個地方 他的田園風光不亞於其他的鄉鎮 是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深度旅遊的三條路線 都在礁溪公所的官方網站 有詳細的介紹 公所希望透過分享 讓遊客來發掘 驕息之美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繼續是跟交通有關 蘇花改蘇澳到東澳段 今年1月17號開放了大貨車通行後 舊蘇花公路 台九丁縣的大貨車通行 就改採了通行證管制 原本勸導期是到4月17號 不過運輸業者短時間內無法做調整 所以公路總局4區工程處就崇善如流 把勸導期延到7月16號 也就是三個月後 再由檢查單位來依發取締 根據市區工程處表示 依據蘇花改環評書件規定 蘇花改在今年的1月17號開放大貨車行駛之後 台九丁縣也就是舊的蘇花公路 便為一條漫泊道路進行大貨車 考量到當地仍有民生運輸需求 才發放通行證方式來管制 執法勸導期為3個月 也就是到4月17號為止 勸導期結束之後將由警方來進行執法 不過因為運輸業者反映相關的路線變更 人員工時以及車輛調度 恐無法在短時間內來進行調整 市區工程處考量到蘇花路郎整體管制的一致性 以及法規應使用路人容易來遵守等原則之下 從善如流同意業者的要求 將執法勸導期再展延3個月 也就是延到7月16號 再由警察單位來依法取締 蘇花改在建制的時候 那在環評承諾書上面就有這個有承諾 就是蘇花改路段假設是通行大貨車 同時它的平行的舊線 也就是目前現在所謂的台九町線 它同時是要禁止大貨車 那蘇花改的A段也就是蘇澳東澳段 在今年的1月17號開放大貨車 同時台九町它同時要禁止大貨車的通行 那在每個公告期間 我們大概都會有3個月的這個公告期 也是緩衝期 所以1月17號到現在的4月17號 是它的這個先導期 但是因為是在先導期到了之前 因為是相關的業者 他們認為是在一些準備還沒救戲 所以就有一些陳情 那希望能夠往後演 那所以我們就順利民意 往後演三個月 台九町線就蘇花公路原本一天 有上千輛的大貨車通行 在1月17號進行大貨車之後 每天通行的大貨車僅約100輛 少的大貨車行車相對安全性來提高 加上平時車流稀少 成為遊客開車或是騎機車的遊客 欣賞蘇澳港以及南方澳漁港的 慢活觀光道路 有助於促進蘇澳地區的觀光有氣發展 宜蘭新聞記者十四名採訪報導 來看一款新型的大型車警示器 近來大型車因為轉彎的視線死角 以及內輪差導致許多車禍意外發生 為此宜蘭市一家汽車檢驗廠 特別跟業者合作 研發出了左右兩側的轉彎警示裝置 當車輛轉彎的時候 裝置就會利用雷色的紅光照射地面 清楚標示出車輛的視線死角 讓用路人可以避開危險範圍 降低危險的發生 從模擬畫面中 可以看到大型遊覽車在轉彎的時候 因為視線死角及內輪差 駕駛無法從後視鏡中看到行人 因而發生車禍意外 你剛剛在轉彎的時候 其實是完全看不到 只能看後照鏡而已 完全是看不到它的視角 後照鏡其實也看不到 為什麼 那個就是一個一個一個 因為我們後照鏡這個 比如說是一個固定的一個模組 那那個全景那個是只是一個補助的 為此 依然是某家汽車檢驗場 特別和相關業者 共同研發左右兩側轉彎 檢視標誌 當車輛在轉彎的時候 就會利用雷射光照射地面 清楚標示車輛的視線死角 提醒用路人避開危險範圍 我就用我建築師的想法 我用圖示 我把大客車 連結車 大貨車 這三種車子在轉彎時候 它可能產生的危險死角 然後我去發明一種Data角度 就是燈光照射 在我們的車子側邊這裡 裝設一個燈光 照射下來的這個斜面 然後它會形成一個危險的區域 所以有三種不同的車 它的危險區域寬度都不太一樣 我們希望說我們可以用這個警示裝置 就是我們有個發想 然後剛好我們有 就是建築師有這個能力 可以把它就是把這個警示裝置 可以裝置出來 之後我們希望說可以免費提供一個 這個專利 我們已經申請專利 然後可以提供給工部門 然後去做一個後面的一個修法 然後之後如果可以真的 應用在這些大型車上 這項警示裝置也得到 台北區監理站的肯定 並且在今天所舉辦的 提升交通安全觀摩會中 對外來展示 用燈光來顯示這個 內輪差的一些區域 說當我們大型車在轉彎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會構成一個 比較長的寬的一個 內輪差的範圍 那只要是我們的用路人 不管是我們的行人 或是我們的車輛機車 經過在內輪差的範圍裡面 其實很容易被大型車碰到之後 然後後輪會連過 那我想這會發生危險 他們不是以這個營利為目的 是要以服務為目的 所以我們看到企業社會責任 在加通代監廠的上面 可以展露無遺 我們認為這麼好的一個 可以保障用路人 也可以讓行車安全增加的一個 很好的一個示範 我們要多多來推廣 宜蘭市公所輔導創業是不予餘力 而宜蘭市的創新育成中心 4月20號將要正式遷到 宜蘭市公所後方的文化發展所 而是家進駐的廠商 當天會在市民之森的廣場 舉辦了展示會 不僅有極章抽獎活動 而現場也安排了 在地的街頭藝人表演 市長江聰淵就歡迎鄉親踴躍參加 宜蘭市創新育成中心 原本有7家建築廠商 今年新增加3家 分別是伊心藝術工作坊 騎士古堡 以及Reburst巧克力 我其實是高雄人 那我因為會來宜蘭 是因為我以前在宜蘭讀書 那我們後來就愛上了宜蘭 然後也結交了很多好朋友 像胡老闆還有彥均 我們都會彼此互相幫忙 所以我覺得宜蘭是一個好山好水 最重要有濃濃的一個人情味 所以我們選擇在宜蘭開店 中心原本位於楊四方紀念寧園 因為最近將進行電力以及消防港山工程 因此4月20日將正式遷移到文化發展所一樓 廠商當天也會在市民資深廣場 舉辦產品展示會 我們希望透過辦發表會 將我們進駐的這些創業年輕人 把他們的才華 把他們創造這些新的商品和服務 介紹給大家 像我們這次新進的七世古堡 他做的那個自創的口味的爆米花 還有郭淳林 他們所創的這個手工的巧克力 而且結合我們當地的食材 這都非常棒的 還有我們陳冠真 他是一個在地的一個年輕的藝術家 他把他的創作結合陶藝 我們希望透過育成中心 讓我們這些年輕人發光發熱 市長江中淵表示 這次的展示會 除了讓市民認識在地優質的廠商 更提供異業結盟契機 歡迎各方面的創業夥伴一起共襄盛舉 這些青年朋友們夥伴們 他們可以把自己的專長 透過我們在有一些 師資課程的一個培訓 讓他們對於企業的概念 更加的一個清除 而且可以增加他們的人際網絡 讓他們在企業連結上面 更加的得心應手 所以看到他們樂在其中 都會分享其他企業的一些 這個有成的經驗 所以我們看到說 即將發表的企業成果展 這也是我們城市的一個競爭力 最好的一個提升 也能夠連動帶動我們的 一個產業發展 依然新聞記者賴福欣採訪報導 接下來為一群依然的學子加油打氣 108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4月20號到25號 將在高雄市來登場 副縣長林建榮 兼特別為宜蘭縣代表隊授齊 並鼓勵參賽選手 可以秉持運動家的精神 超越自我再創好成績 授齊典禮特別邀請 擁獲過全國省師 以及台灣師競賽冠亞軍的 凱旋國中省師團 為活動揭開序幕 隨後由副縣長林建榮授齊給教育處長 為選手來加油 副縣長也期勉選手能夠秉持運動家的精神 超越自我 締造家機 你們平常的訓練 累積下來的能量 將在這一次的全國中的原力當中 大滿身手 來爭取最高的能力 我們相信一定的能力 一定有目標的希望 希望大家要努力從事 那麼在比賽之間 大家也祝福我們的身體健康 還有安全能力 請各位每個都要入心 那麼希望各位選手 能夠本著運動家的精神 超越自行 並造家機 好 好 本縣這一次將參加田徑 游泳 桌球 跆拳道 體操等11個競賽 對支援合計355人 評估在田徑武術的項目中 有極大的機會來奪牌 依然新聞記者LIVE新採訪報導 新聞之後來歡迎天氣跟中央氣氧表示 明天因為受到華南雲雨區東移的影響 中部以北地區有短暫震雨或是雷雨 其他地區有局部性短暫震雨或是雷雨發生 而西半部地區有機會出現局部性大雨的情形 提醒民眾要特別注意 繼續要關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氣情 明天沿地區是多雲時 因短暫震雨後雷雨的天氣情 降雨之率是70% 氣溫是22到29度之間 繼續要關心明天的氣象 明天沿地區是多雲時 以上今天一來新聞 我是劉耀珍 感謝你的收看 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同時間再會